女星同框时出现了一些尴尬情况 让人不禁感叹娱乐圈的竞争激烈 蒋星成功挤走宋茜 得意洋洋 但王子文却不甘示弱 似乎认为这个位置本该是他的 在三十而已 剧组出席红毯时 童谣率先抢了C位 并将输影十分不悦 表情一直不嫁 甚至拍完照后迅速下台 刘亦菲和刘涛一起参加某节目 起初还亲如姐妹 但当刘亦菲经过刘涛身边时 刘涛立刻整理了自己的头发 流露出不屑之情 杨幂看到秦海露后 表情充满了嘲讽 甚至为了躲避合影 蹲下避开镜头 欧阳娜娜和人敏参加活动 欧阳娜娜故意将自己涂得雪白 导致与她同框的人敏看起来更黑 在另一场活动中 欧阳娜娜故意提到自己的猫咪文 让杨颖表情难看 周冬雨和马思纯同时获得金马影后 但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周冬雨似乎含沙摄影 指责马思纯视频关系走后门 并马思纯脸色瞬间变差 这些尴尬时刻凸显了娱乐圈内的竞争 和明星之间的角力